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司马南 我在海华岛的阳台上 跟您说说八孩母亲的事 我有个观点 八孩母亲这样的新闻传播的语言 没有准确的概括事情的性质 她的问题的实质 不是生了八个孩子 因发特别关注 而是生了八个孩子的一个母亲 被用铁链子拴着 这个画面 仍然没有办法接受 她对这个妇女的尊严构成了挑战 对人类的底线构成了挑战 她现在因为一茬又一茬的调查 相互之间的矛盾 所以到现在为止启动了新的调查 我们还不好说 这个女子究竟是不是被拐卖的女子 但这个女子 她的生育的意愿 她有没有想生孩子 是她真实的意愿吗 她有没有被强迫发生性行为 这些事情都有在新的调查给出结论 我们用最解释的态度 我们也认为八个孩子不是问题的实质 但是这个女子呢 如果她是被拐卖来的 是个被拐卖的这个妇女 那这件事情可能触动了 从旧中国一直到今中国 直到今天 还让我们听来就心里隐隐发痛的 这样一个 这么一个印痛 那说到这件事情呢 我看 我以前我在 你要说起来四十年了 四十年前我在大学里教书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一门课 就调查报告写作 调查报告写作和一般中文写作不一样 调查报告 它不是说要你秀才们把那个词编出来 然后呢 12345678 调书带 调查报告首先建立在你对实际情况调查的基础之上 那个时候我们调查的我们学习的模拟的模仿的蓝本 是什么 是毛主席关于调查报告那些论述 特别是巡屋调查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里边有巡屋调查 巡屋调查是毛主席一生当中 调查报告当中的典范 我为什么提这件事 因为毛主席的巡屋调查当中啊 曾经就专门记录了当时的巡屋县里边的拐卖妇女的情况 妇女被拐卖 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惨无人道的事情 是旧社会遗留的东西 今天呢当然不能容忍的存在 尤其是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了 在今天还有这样残留的东西 如此残酷的虐待这个女性 这个道理讲不通啊 因此这件事情才会持续发酵 因此这件事情才过年啊 这个我们现在冬奥会也有那么多热点新闻 但是这件事情就持续不断 而且地方当局有关方面个别写秀才 编出来一个一个说法 再编个说法 再编个说法 试图把这事摆平 就是摆不平 为什么呀 因为这件事情啊 不但是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而且是人伦大法 而且是天地良心 这件事就太眨眼睛了 就看不下去 毛主席的巡屋调查和毛主席的很多报告 调查报告 调查性的文章不太一样 毛主席1930年5月所做的 这个在浙江省赫州市巡屋县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 注意啊 1930年做的 江西做的一个县的调查报告 关于经济问题的调查报告 而不是关于其他调查报告 但是经济问题的调查报告里面所涉及到范围之广 现在可以说 我上次听这个 这个程先生说 说这个这个这个毛主席的调查报告是 清末民初 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百科学书 毛主席那时候才30多岁 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他去调查农村的情况 调查之细 我刚才说了 关于拐卖人口的问题 都专门的记载 当时做这个调查报告是为什么呀 因为那个时候毛主席呢 就是我们党啊 已经在江西在福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建立革命根据地 隔壁王奶的词就叫顶门过日子 顶门过日子 那吃喝拉撒 这什么东西都有了 这个时候 你要推翻这个旧的制度 对吧 你要建立个新制度 你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对吧 今天的词叫共同富裕 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那过去怎么不好啊 你将来你怎么保证大家过得好啊 你如果对过去情况没有研究 你是一拍脑袋 那你是李自成 你不是毛泽东 毛主席乖这个媒体的认识相当清楚 他为了认清中国农村和中国 县城叫小城市吧 小城市 现在就极限之处 那时候没有极限之处 当时我们要开展土地革命 要巩固农村革命 根据地毛主席从实际出发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做了这个调查 这调查不得了啊 毛主席那个时候搞调查 跟我们现在搞调查不一样 我们现在有充分的时间 我们不愁吃不愁喝 我们可以带着团队 我们下去了 地方政府为何 对不对 七个爹了八个碗 毛主席那时候是战争年代 1930年5月 红四军打下了巡武县城 是他刚打下了一个县城 战争的间隙里边 毛主席要指挥军队作战的 但是毛主席利用红军在安远 在巡武 在平远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 毛主席在这儿呢 利用这一个战争的有限的时间 然后在那做了一个如此深入的调查 发动群众 对吧 县委书记叫古柏 毛主席后来多次提过古柏 古柏后来因为毛主席受过牵连 因为毛主席被人家靠边站嘛 古柏呢也受过牵连 这个有机会 再跟各位讲 古柏这个人很有故事的 在古柏 他当时是在这儿当县委书记 他协助在巡武开展了 这调查 一调查就二十多天 二十多天专心致志 干这么一件事 后来形成了一个十几万字的 一个调查报告 这个社会调查 对巡武的政治趋化 交通状况 地理情况 商业活动 土地关系 土地斗争的情况 详细的全面的婚姻制度 婚丧嫁体 然后呢 各种各样的农产品 什么烟叶什么盐巴什么甚至那个这个调味皮 所有的东西西数记录在内 毛主席对于经济问题的了解程度 我们都我们都多大年纪了 我都现在快七十岁的人了 你看看三十几岁的毛主席 那个时候为了寻求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那个正确的科学的 有根据那个道路 毛主席做的调查分析 你不能不佩服 如果拿着这个东西 像有些人一样弄个三千两脚 然后写一篇论文 就弄个什么学位 毛主席这篇调查本身 以及对这个调查本身的研究 今天在我们现在的学术体系之下 拿个学位算什么问题吗 这个东西不可复制 毛主席调查相当详细 大规模 后来整理成了一个学术调查 一共五张 那整理出来最后精简到八万多次 学术调查是毛主席农村调查的经典制作 其中蕴含着关于调查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毛主席在这呢 毛主席跟他的这个老丈人杨长吉先生学习关于农村调查的 各种各样的方法运用到农村调查实践当中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收获 现在咱们有的领导干部 还是很喜欢调查的 但是呢 也有一些领导干部 他们呢 就到那地方带着现电视台的记者拍张照片 然后转身就走人 发个新闻 县里领导 什么张书记 王书记 参加活动 然后说了几句话 今天大有大兴调查研究非常有必要 亲世纪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 你不调查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到哪 你啥都不知道 你当然就做指示啊 下车一时就哇啦哇啦发议论 毛主席说这样的人十个又十个要失败 毛主席是怎么调查的 毛主席在那儿这个调查报告里边的 毛主席写了一段前言 这前言写的 这个文字啊 穿透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迷雾 到今天来看 你不能不佩服毛主席 巡无调查 毛主席开篇就写到 前言 时间是1930年5月 毛主席说 我做的调查 以这次为最大规模 我过去做过 湘潭的 湘宁的 恒山的 林的 长沙的 永勤的 宁刚的 七个啊 较比较有系统的调查 湖南那五个呢 是大革命时代 就是1927年的 一月做的 永勤 宁刚两个 是井冈山时代 就1927年 十一月做的 湖南五个 放在我的爱人 杨开慧手里 他被杀了 这五个调查 大概是损失了 句号 这么两句话 大家看看这里 多有信息量 多有信息量 放在我的爱人 杨开慧那里 他被杀了 这五个调查 大概是损失了 毛主席在写这段话的时候 那也说 这个这个调查 还还没有找到 知道吧 毛主席说 永勤 宁刚那两个 1929年 一月 红军离开 井冈山时期 放在山上的 我的一个朋友的手里 蒋桂会攻 并井冈山的时候 蒋桂 蒋介石和这个 桂系军阀 攻打井冈山的时候 也丢失了 失掉这些调查呀 特别是恒山 永新两个 是我时常一级 常常念及 永久不会忘记 巡捕调查是 1930年5月 四军到巡捕的时候 做的正好呢 是在那儿呢 这个开2月7号呢 四军的前委 与干西特委 开了个联系会议 在那之后呢 又是厅州会议 就这6月 红四军前委会 与闽西特委 召开联系会议之前 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 富农问题 毛泽秦那些带着 怎么研究富农 你富农这么久 他不是地主啊 他不是地主 富农 那这个政策的分寸感 怎么拿 你毛泽秦说 我还没有全班了解的时候 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 也完全是门外喊 所以下大气里来做个调查 在全部的工作上 帮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巡武的党的书记 下位书记 古白同志 古白同志 这个毛主席给他做了一个最最最简单的简历 说古白中学生 破破产小地主 曾任小学教师 县革命委员会 及县苏维埃主席 是黄乡屈人 古白当淫义为傲 毛主席给别人做简历 最简短介绍 古白同志这简历 这个词大家熟吧 革命委员会主任 革命委员会主席 革命委员会这个词 今天很多人听了以后不熟悉了 我这个年纪的人熟悉吧 当时全中国到处都是革命委员会 那是另外一个年代的事情 毛主席说在材料上呢 与我以最大量供给的是郭又梅 郭又梅是谁呀 毛主席不写 这个人可能从历史中消失了 毛主席一写 这个人呢 悦然纸杀就成了与毛主席发生过联系 毛主席记录过他的生平的一个人 这个人给毛主席很多帮助 在巡谋调查的时候给毛主席提供了很多资料 这个人59岁 杂货店主 曾任县线杀会会长 本城人就巡谋县城人 还有范大名 范大名是谁 范大名51岁 贫农 县苏职员 大概是苏维埃这个组织的这个职员 城区人 还有赵敬青 敬是眼镜的敬 清水的清 赵敬青 赵敬青小30岁 中农做过铸铁工 做过小商 在军阀陈炯明的这个部下当过兵 而且当到过排长 现在宪宪会成员 双桥区人 还有刘亮凡 亮是这个亮堂堂的亮凡是凡人的凡 刘亮凡27岁 线属 线属前梁 兼征贵办事员 现在是成交 成交香 苏维埃主席成区人 你看毛主席 毛主席首先对材料的来源 讲得多清楚 我们现在不是讲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材料从哪来的 东朝西朝 东朝西朝 但是还不告诉人从哪抄的 毛主席那调查里面说 关于这些东西给我提供足量的 供这个材料的 就是这四个人 姓谁 他小传都在里面 除此之外 还有叫李大顺的 李大顺 李大顺28岁 贫隆曾经的认识 认识苏委员 苏维埃委员会的委员 还有刘茂斋 刘茂斋 就这个茂盛的茂 这个谢绝斋的斋 50岁老童生 开过赌场 做过小生意 原来是小地主 后来呢 变成平民了 城镇县革命委员会委员 现任的 区苏维埃委员会的委员 这两个人 也提供了一部分资料 监货 到我们的调查委员会 有的时候 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还有叫刘行武 46岁 46岁呢 农民做过小生意 县乡苏维埃委员 城区人 还有呢 中部 中部营 中部营呢 他是23岁 梅县示范生 区政府主席 石牌人 还有呢 陈卓云 39岁 自治区 自治研究所毕业 这什么机构 咱不知道 做过风扇工 做过小生意 当过小学教师 还有郭清如 62岁 秀才呢 曾经参加过乡试 乡试 做过小学教师 城区人 这四个人 做参加过一次两次的 我们的调查会 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 我们的调查会 就是我和以上11个人开的 我做主席 做记录 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 因为红军部队呢 在安远巡武 平远发动群众工作 所以呢 我们就有时间 开这么一个调查会 大家想想 战争时间 刚刚打下县城 毛主席做调查 专注于赋农问题 为了搞清赋农问题 为了搞清商业状况 对熏乌县 熏乌县做了一个全面的 经济调查 搞了20多天 不是这个词叫不耻瞎闻吗 毛主席就不耻瞎闻 你看这些人 小学教员 是吧 小电农 小地主 最后变成贫农 这些人都愿意提供帮助 愿意提供帮助 还有些没有学历的 就是普通农民 甚至是做一点小生意的 毛主席向他们请教 十多天的时间里请教了 各种各样 问题之细 你想不到有多细 熏乌这个县 它是福建和广东 江西三个省的交界处 毛主席认为明了 这个县的状况 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 相差不远 所以呢 这就叫解剖麻雀 麻雀碎小五脏俱全 这个调查 毛主席说 大缺点 什么缺点 就是没有分析中农 没有分析故农 也没有分析流氓 流氓 这个流氓呢 和我们胡同里面 流氓假仗 也流氓不是一个概念 流氓就是流民 就是说这没有土地的 没有土地的 然后呢 到各地打工的 那样一些底层的 那些这个做工者 他们也不排除 他们做一些呢 这个大家所不耻的事情 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 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毛主席认为这都是我这个调查的缺点 这些话什么时候说的 1931年2月2号 在宁都这个地方讲的 毛主席这个调查实在是够细了 实在是了不起 但是毛主席呢 他是还有不满意的地方 一个人讲话呀 有人滔滔不绝 就是没有信息量 有人呢 那满嘴呢 那拓不兴子横飞 你不知道他说什么 有的人呢 信息量巨大 毛主席呢 他写文章 向来是把心交给别人 非常诚实的态度 跟你谈问题 他讲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 什么情况下做出的 这个调查 他详细讲了 巡屋的水路交通啊 商品的集赛流向 还有毛主席在里面不厌其翻 讲了20多个行业的情况 20多个行业的情况 关于农村的土地关系 阶级关系 毛主席说 这个巡屋啊 这个县啊 占全线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 百分之几 占有大量的土地 地主当中 有大地主 中地主 小地主 还有公共地主 我读这个学部调查的时候 发现毛主席在里面 还有词 叫政治地主 毛主席自己在里面 有很多自己结构概念 一个人写文章的时候 你全部用别人的概念 这是一种境界 你自己结构概念 然后给他一定意 然后呢 这个概念在你的文章当中 那就是生了根的是别人拿不走的 是创造了概念的 如果说要上升到更深层面来思考的话 你这个自制的概念的扣问的深度决定了 你对问题思考的深度 毛主席这么一个调查 想想那时候毛主席是何等年轻呀 真是了不得 毛主席说大地主 中地主 是全县的权力中心 富农则有出租部分土地的和半地主性的富农 和专门靠高利贷剥削的富农 毛主席说地主富农 对农民的剥削形式 靠什么呀 靠两个东西 第一地租 第二高利贷 高利贷地租 高利贷地租和地租不一样 高利贷地租 这个一般呢 占收获量的50%到60%啊 还有各种形式的附加剥削 农民经常是刚刚收获 交完了租子就没有吃的 高利贷盘剥的更严重 是农村当中阴时的 阴时的中小地主 剥削农民的最毒辣的一种 高利贷 是吧 现在咱们是不叫高利贷了 现在咱们叫P2P了 P2P了 P2P就是高利贷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新鲜的 只不过时代不一样 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 现在有互联网 那个时候呢 不讲互联网家 互联网 互联网金融 那现在讲互联网家 互联网金融 那个时候没那么时髦 现在的时髦的不得了 但是想想全国 有多少金融难民 有多少人因为高利贷 而这个倾家荡产 有多少因为高利贷 家里面发生各种 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实话说 高利贷 这个东西 毛主席当年 在新鲜调查的时候 对他的祸害 对他的危害 是恨之入骨 多少贫农 包括小地主都在内 你也受这个剥削 小地主当中 既有受剥削的 也有呢 他去盘剥别人 毛主席对这个问题 讲述的非常清楚 什么叫温故之心呢 这就叫温故之心 毛主席说 这是最毒辣的一种方法 就剥削贫农 在地租 在高利贷的剥削之下 贫农 怎么办 说到今天说的 这个关键问题了 贫农不得不 卖儿卖女 除此之外 农民还要忍受 各种形式的 科捐杂税的剥削 所以在这个调查当中呢 毛主席提出了 土地革命当中 分配土地 主要采取人口评分的方法 并且注意到 农民 贫农提出的 这种 评分土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 也是针对富农 彻底废债 农民起来革命 怎么起来革命 土地评分 这土地革命 对不对 彻底废债 我欠你的钱 了了 了了 你想想 农民革命的积极性 怎么能够不被 怎么能不被调动起来呢 毛主席关于 贫农兽剥削 不得不卖儿卖女的 这种情话 这期节目 我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 就是毛主席的心呢 始终是和最贫苦的 最广大的老百姓 在一起的 盘剥贫农 最毒辣的方法 毛主席通过调查 得出结论说 是高利贷 所以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在 毛主席 活着的时候 我们这个社会 你断然不可能有高利贷 像P2V这种事情 在毛主席的那个时代 能够产生吗 毛主席能够允许它存在吗 不可能 所以毛主席 伟大 伟大的地方太多了 但是最伟大的地方 莫过于毛主席 和我们 心连心 毛主席是和老百姓的心 连在一起的 他痛惜老百姓 今天没有时间细讲了 下期我再跟大家讲 感谢收看 下期见 下期见